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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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修行 慢慢的学习 慢慢的实践 逐渐的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么一种习惯 一开始呢 我们没有能力像佛这样看清楚 指出来 但是我们通过学习这个故事 总懂英国故事后 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了 我们就学会啊 用英国的原理 用三法物的原理 用一心三观的原理 想着慢慢的观察 看清楚 然后呢 有正确的处理办法 处理的 正确的知道原则 处理我们的生活中里有种种之事 随着我们坚持修行 慢慢的习惯着这样子 分析处理 随着我们能力提高了 我们呢 慢慢的习惯着 也可以像佛从那样 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能干 清清楚楚地 了解 不见地把我们这个世纪的容忍的现象 搞懂 慢慢摆脱 种种复复 使自己的心心呢 或者解放 使自己的心灵呢 得到解脱 让自己的生命 得到生华 最终啊 让我们 自由自在 这个啊 是没有比较 更好的出路了 所以我们学习啊 佛祖这些英国墨西 不要白学 不要看个热门 看过去啊 第二天又忘了 遇到事呢 我们又知道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 要修行 提高自己的能力 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的心都不迷惑 我们的心都很坚定的按照佛法 去观察 去处理 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心呢 我永远在实际上 清静 观察 对万事万物 我永远在实际上 再进一步呢 我们逐渐呢 明白 我们自己的心 它也是假的 也是各种物质 符合 因能符合 没有啊 一个什么 实际的东西 这样才明白 我们的心 是空的 真正到命一步 我们呢 就不沾一脚 不会说 那种傻 就沾一手 沾一身 沾一身 里里外外 周和一身 慢慢的 对外 我们看 看破 对内 我们看空 明白了这个道理 达到这个阶段 我们呢 保持终道 保持终关 我们就得到一种 安定 身心的安定 那在一切 在我们这里 就像 静中 转移出的 影像一样 心情糊涂 灭 灭灭 但是呢 一旦外缘走了 各体离开了 我们的心 又是光明的 我们的心 又是 空气的 不被啊 我们 眼耳鼻子的生意 所感知的 摄身 将被 吐发无耐了 这样 我们就有功夫了 长期这样 保持下去 我们就不断 我们就不断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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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 盛开 经常常保持 我们的功夫 慢慢慢慢 我们就结果 过去 禅宗 古诗 灵具解释 在 用语前 一直邀请他 说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呢 就把这个道理说 清楚 叫 炎流不止 问如何 征兆无边 说是他 理想黎明 人不禀 吹毛 用了几句魔 啊 这个道理 啊 这个炎流不止 问如何 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像 波斯秘密王的女儿 王女啊 啊 炎流不止啊 过去造了恶业了 流到现在呢 又做了 公主了 生起丑窝了 啊 我们还做了呢 啊 炎流不止啊 我们每个人啊 都是炎流不止 沿着命运的长河 不停的流动 不停的变换形象 哦 不停的呢 啊 变化做整个心 身体 造作种种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事情 炎流不止 任何 怎么办 真照无边 说是他 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啊 啊 用 观照 看清楚啊 外在的一切 啊 都是假的 看到我们自己 内在呢 是空的 让自己保持一个中观 啊 长期的 长期的 保持一切 外在不假 内在为空 长期的保持一切 状态 啊 真照无边 说是他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说叫说是他呢 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的 钻图无名 钻图呀 真实的根本 所以呢 我们还不是 文人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是相似的 啊 是啊 像你的本性 还不像你的本性 啊 这个是长期的办法 啊 啊 离相黎明 人不比 啊 所以我们呀 既然看到外在都是假的 内在是空的 所以我们呢 慢慢啊 啊 只要离相黎明 啊 我们不要再像 波士尼王王宁那样 看见这个像 我们就不停地 摇动 啊 啊 看见丑陋的 我们心心良悟 看见欢喜的 我们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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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名像 一名 啊 这个名 名称的名 名字的名 啊 我们人 啊 看见 某个名字了 啊 某个形象了 等等啊 有为的东西了 我们也是不停地 某个名字 啊 啊 对 啊 对 您如果说 物质体 我们也知道 这个物质体 啊 它迟早会见面 啊 我们在这个被 变面的物质体上下功夫呢 那都是错的 啊 因为它不长久啊 不能作为我们的依靠啊 我们何必 拉肚子啊 啊 拉肚子些 不识种东西 折腾 啊 就像吃泡泡一样 嗯 我们天天在这个泡泡上 下功夫 那有什么意思啊 啊 无非把这个泡泡 表面化为 美丽极了 但是有一天啊 这个泡泡一旦扑穿了 扑灭了 那你在泡泡上 啊 建立着这些美好的东西 全没了 啊 就差点 嗯 啊 所以呢 啊 明相明 明不明 啊 这个 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 干嘛了 再也没有人知道 能找找我们了 啊 这才行 啊 过去也有一些古识 嗯 他造一个地方 嗯 嗯 那么 这个当地人欢迎他 他说 为什么呀 他说呀 啊 这个土地 托梦了 啊 说 某某某祖师要来 啊 所以呢 把当地人的地方 这个祖师说 哎呀 露了馅了 啊 露了馅了 啊 被土地 看着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功夫不道啊 啊 你想想 既然 我们都是空的 如果我们韩里有形象 被啊 这个六道中的众生看见 那一定呢 那一定呢 我们含有某种形象 某种的业力 这个功夫就不到位 这依然是一种业力体 将来呢 这种业力很可能 韩慧啊 在某种形象下 抓住他 所以我们知道啊 修行到飞响飞响飞响出天的那些天人们 啊 入定 一入定 就八万 四千十 啊 多长 他自己以为 不是我们那种魔术 其实呢 他内在的核心 依然还有一点点 无能在哪里 无能在哪里 一旦 变功上失 微信的业力发出 完了 生命又开始推动 不能讲 所以啊 我们真修行了 到一定程度 我们不能让人看见 不能让鬼看见 不能让神看见 必须有这种功夫 身心一定是空气 谁也找不到你 彻底的 击灭了 这个才是 否则一旦有我 一旦有相 又被人家夹住 又被业力牢牢的困绑 所以我们修行 唯一办法呢 就是成佛 成道 叫成就 关键 到了论理 到那个时候 成佛了 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分别 再也 再也 找一找 第四季呢 叫 吹毛日呢 吹毛 吹毛呢 就是比喻 骨刀 骨刀 骨刀的骨刀 拿一根头发 轻轻的放在 这个骨刀的日子上 不需要用于 这个骨刀的骨刀 那么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啊 就是我们这个思想 我们的观照 啊 啊 我们要用三法印 要用一行三观啊 啊 承造 这个佛的教会 去观照 我们外国的一切 观照 我们自行 看清楚呢 啊 一切都是空假的 啊 不被啊 业力 迷惑 请 所有的东西 放在 我们这个 佛法的观照面前 啊 立即 是挂掉 立即 是空掉了 啊 不能啊 用您自为一种业力 不能用您自为 某种体 这个不对 啊 如果我们 心情长长的 长期的 这样保持 那好了啊 啊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照 那就这样保证了 风力极了 啊 任何东西都立不起来的 随时 啊 事情来了 明相来了 我们立即扣掉 啊 立即把它 灰散于空 啊 这个啊 就是修行的东西 就是用功的办法 啊 就是思想的 啊 就是修行的 路径 要这样的事 慢慢啊 我们就能破除 种种的迷路 破除 种种的迷路 这些人 那些人 是 是 这些人 是 这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